台二十一線往信義方向 滿目瘡疑 車子根本無法通行 颱風時落石灘方的八十一公里处 半夜才搶通 清晨又灘了 外面的進不去 裡面的出不來 有一名民眾被土石壓傷手 還好自行脫困 其實台二十一線 昨天就已經嚴重落石 大片土石崩落 好不容易搶通 凌晨兩點 又在同一個地方再次貪方 如今山壁上的土石 依然遙遙遇坠 民眾只希望能趕快搶通 這回家唯一的路 鏡頭轉到國信鄉 昨天台風來時 一度水淹到胸部 等水退了 回到家園一看 家園成了這副模樣 衣櫃 床鋪 電視 東倒西歪 還有一層層厚厚泥水 居民說在這裡住了幾十年 都沒有遇過這麼慘的情況 家門後的野心 瞬間變成洪水猛獸 如今台風走了 太陽出來了 但清理家園的苦 才正要開始 記者南投 綜合報導 好